聊天会聊出感情吗 会 而且异性之间 聊闲天就是有目的的 来 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最权威的解释 如果你的伴侣告诉你 我们就是同事 聊到天而已 要有什么早有了 如果他这样对你说 你就拿这条视频怼他脸上 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发现 即便是两个陌生人 如果每天早晚频繁联系 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就会产生依赖心理 时间越长 这种依赖就会变成 情感传递的信息素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 只是聊聊天又没干什么 一切会伤害到夫妻感情 伤害到家庭的行为 在我看来就是背叛 对了 要提醒你们 既然聊天能聊出感情 你们夫妻俩也要增加感情 那你们要记得多聊聊天